有人說北韓的飯店是充滿了竊聽器跟那個 沒有啦! 我都在飯店裡面聽少女時代了 還聽周子瑜的歌耶 今天沒怎樣 你知道我第一晚住在飯店的時候 我還想說 趕到飯店會不會有人把我抓走 因為我都會在飯店裡面錄影 超級多人問我說我是找什麼旅行社 然後團費多少 這個我覺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是找不同的旅行社 對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軒 今天我要來回答大家期待已久的北韓Q&A 然後我今天找到了一個跟我一樣有去過北韓朋友 就是小達喔 那因為我們去的北韓團是不太一樣的 兩個人不同的經驗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那邊可以拍攝嗎? 出鏡的時候有沒有被檢查照片 沒有任何問題 除了軍人不能拍 軍事設施不能拍 還有故障的東西 施工的東西不能拍之外 其他你要拍都可以拍 然後拍人的話 你要經過那個人的本人同意 我去了之後我發現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東西可以拍 對啊 我一開始以為說這個不能拍那個不能拍 但其實我們 我們在遊覽車上從頭到尾狂拍 每個人狂拍 導遊也是讓我們拍這樣 它除非有些地方它是真的不能拍導遊 就會事先跟我們講說 那個地區是不可以拍攝的 也只是占少部分 其實大部分它帶你去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可以拍的 你有沒有去開一層 有,我有去開一層 那邊軍人講解那邊是可以拍的 我還拍他們還錄下他們交班的那個影片 出鏡的時候我還很擔心 因為我拍的超多東西 我GoPro啊相機什麼很多 走拍也滿滿的 對,然後我還把記憶卡先拔出來 然後結果我出鏡的時候超順利 它完全沒有檢查 我就順利的出鏡了 而且其實在入鏡的時候 他們是會把手機收過去檢查的耶 對,可是我發現他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檢查 檢查不完啊 而且其實我們的iPhone都有指紋開鎖 他們也沒有辦法看 它只會看你的封面而已 你會把我們手指剁下來按上去 基本上你只要不要在封面放一些什麼 南韓或是美國國旗就好了 對,對 你要入鏡嗎? 你要不要入鏡? 不好意思啊,我的貓 抱過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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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再來第二個問題 這超多人問就是 我們在出發去北韓之前 就會有人說 你都不怕被抓去勞改嗎? 想像一進去就會被抓走 一進去我就犯法一樣 你搞錯 其實我不太理解 為什麼會被抓走 我們又沒有做什麼事情 我們又沒有做錯事情 我們是觀光客耶 對啊,如果每個進去都會勞改 誰要去觀光 那他們賺誰的錢啊 對,因為其實觀光業在他們那邊已經發展一陣子了 而且他們現在其實還蠻多金流 都是靠觀光來賺 主要收入來源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一般的觀光客 我們基本上我們沒有做什麼 威非坐台做什麼 踩到他們地雷的事情 我們就是去觀光 也有人提到說 就是像之前有個新聞 就是美國人去北韓旅遊 然後他可能就撕了他們那邊的宣傳海報 還是什麼 然後回去就變植物人 那個新聞 可是我聽到的是這樣的版本 他是說那個美國人 第一個 因為人家已經叫他不要進進去 他講不聽嘛 然後他還是好奇就跑進那個進去 他覺得這個在美國沒什麼 所以在朝鮮可能也沒什麼 他就進到人家的禁區 然後看到牆上有領導人的海報 又撕下來 又拿來包鞋子 我聽到的版本是這樣啦 所以其實你基本上 你就在那邊乖乖的聽導遊的話 你不要做什麼 對 基本上 很誇張的事情 我記得我在北韓影片講說 我那時候入境的時候 有一群中國的大媽 他們硬闖海關 而且海關很生氣 一直叫他們出去 他們不聽 他們還是硬闖 然後最後呢 他們被海關叫去旁邊 然後我以為他們會怎麼樣 可是其實他們最後 一直被罰錢而已 連北韓人都拿大媽 沒辦法 對啊 他們是很注重觀光客安全的人 對 真的 對 因為我有聽我們的領隊說 之前有一群也是大陸團 然後去北韓就出車禍 然後就有人過世 然後那一團的司機 然後旅行社的好像高層吧 就被槍斃 蛤 因為他們跟中國關係很好嘛 所以 天啊 對 反正就是他們是很注重觀光客安全 北韓其實說真的是 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我覺得它全世界旅遊最安全的地方 比起我去什麼柬埔寨啊 不偷不搶 你又是跟團 它是不能自由行的嘛 對 所以你跟團就是基本上就是 導遊 全程都會在你旁邊 而且導遊都跟你提醒好 讓你不會不小心就犯錯 對 而且其實你犯錯也是會造成導遊他們麻煩 對 他們也不希望你犯錯 但我去那邊還是有遇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旅行團一個團員 他是一個香港人 然後他是跨性別 他是男生 可是他都穿女生的衣服 而且是漢服 然後進到朝鮮裡面去 那時候我們要去那個抗戰紀念館嘛 他不是進去要搜身嗎 他跑去因為他覺得他就是女生 他跑去站到女生那邊給女軍官搜身 重點是他還沒有經過變性手術 所以他是男兒生 他就給那個保守的北韓女軍官搜身 女軍官就滿生氣這件事 可是這件事過後 也頂多只是北朝鮮那邊就是發公文過來說 這個男生如果以後他想要再來的話 必須要簽竊節書 竊節書就是寫 1.我保證我以後來這裡 我穿男裝 我不穿女裝 2.我保證 因為我的生理性別是男生 所以我會去泡男生的溫泉 我會去男生的浴室 就只是這樣而已 因為其實畢竟在朝鮮那邊 他們還是很傳統很保守 因為我有聽說他們的一些 像是結婚制度也是很傳統 我們導勇那時候就跟我們講說 其實基本上他們在朝鮮到28歲 女生差不多到28歲就要開始結婚 那如果沒有對象的話 就要開始去相親 然後他們一生最想嫁給幾種人 軍人 或者是學歷很好的人 然後還有 政黨黨員 其實我覺得超限的女人要翻身 真的就是嫁得好 還有小孩生得多 因為他們那邊很注重生育率 然後導遊就跟我們講說 他們好像每年會有一個什麼 英雄母親的頒獎典禮 生得越多越英雄嗎 對 全國有一個生得最多的 然後國家會給他們越多的資源 或者是房子會住越大 很多東西都是國家給的啦 就是你只要結婚 政府就會給你一間房子 我知道這個 而且連房子的家具都幫你配好 你這個人的背景 好工作好就給你好的地段 比如說未來科學家大街 我有去逛過 對對對 你的背景不好 你的家事不好 就給你很爛的地段 基本上在平壤應該都是 還可以的 還有藝術家跟運動員 哦對 那我在北韓不知道會怎樣 我進藝術家 因為他們很注重體育跟藝術 對 所以你只要這幾個有強項的話 在那邊基本上都會得到很多政府的資源 因為我們的導遊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他真的很愛國 然後覺得自己 非常幸福生在這個國家 因為他那時候就一直狂跟我們 強調說 他們從小的教育跟醫療都不用錢 都是國家給的 哦 我們的導遊也是 對 去了之後 我就會發現那邊的人 好像很容易滿足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你的慾望越少你越容易滿足 他們看到的越少就越容易滿足 我覺得是這樣耶 但他們其實也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對 因為我的導遊他就知道說 其實外面的世界資源更豐富 物資更多 但他也跟我講一個道理 他告訴我說 可是他也知道在外面的世界 競爭更強 壓力更大 國家根本就不會管你 國家不會幫你做那麼多 你一切都要靠自己的雙手去打拼 他們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也會覺得 那他們寧可還待在他們的國家 這也是為什麼之前我看新聞 有很多脫背者 他說他們反而想回去 我其實是可以理解為什麼的 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子 如果你的個性是一個 反叛有理想有報復 想法更加不一樣 你想要突破自我 你有野心的人 那你不適合待在朝鮮 但如果你是那一種呢 喜歡按照規矩的人 然後你覺得生活 只要可以安逸過得去的人 那我覺得就比較適合待在朝鮮 也有人很好奇說 就是我拍的那些畫面的那些路人 到底是不是演員 我覺得不是耶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個 到底何必去找那麼大群的人 來演給你看 但有人說那種 譬如說同向前面那個結婚的人是演員 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不是演員耶 怎麼看都不像是演員 因為他們去同向之一 就是他們的一個系統 就像我們結婚前要拜祖先啊 他們結婚前是去找 拜領導人 對我覺得就想像成他們是宗教信仰 領導人是他們的神 嗯 然後他們去跟領導人說一下 然後也有人問說就是 北韓沒有網路是活不下去 但其實他們是有自己的網路 他們叫光明網 真的他們國內網路叫光明網 導遊跟我講的 是我們觀光客入境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手機會顯示 就是沒有服務 對沒有任何服務 所以我們也不能上聯帳 我們也不能上IG打卡 什麼的都不行 有觀眾跟我留言說 其實北韓是買得到網路 但你可能要花美金幾千塊才買得到 對沒錯 可是在那邊我也覺得沒有網路就是可以 沒差耶 因為你會一直有很多新鮮的好奇的東西 想要一直看 真的很無聊 我就會開始玩那種單機遊戲 那邊的導遊超喜歡玩手遊的 他們超愛玩 我坐他們的那個遊覽車 然後旁邊有他們的公車經過 雙城巴士 我都看他們坐在雙城巴士裡的人 在那邊給我玩消消樂 我們導遊也是類似玩這種遊戲 他們都很愛玩消消樂 他們自己的遊戲 然後其實他們的手機 有一些是那種折疊的 然後很長的那種 傳統的那種 對 但是他們也有智慧型手機 像我們導遊他們都是用智慧型手機 對我們的導遊也是 然後也有人說什麼 導遊會不會有那種讓我們有被監控監視的感覺 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他們比較像是那種很恐慌的保母 還是母雞在帶小雞 很像是那種我們國高中 然後校外教學的時候 老師很擔心恐龍家長會責備他們 所以很害怕在那邊把學生都管好的那一種 因為我遇到的導遊的狀況比較特別 不是通常都是每一團都會兩個導遊 對啊 一男一女 然後我們是兩個女生導遊 然後我們剛好那兩個導遊 就是比較屬於那種松散心 他們就是在遊覽車上會一直狂介紹 介紹很認真 然後時不時冷場就會開始唱歌嘛 一下車之後到了觀光景點 放我們下去之後 感覺他們就是有一種 覺得可以稍微放鬆一下 他們人就不見了 他們就有一個去狂講電話 然後有一個去就是狂玩手機遊戲什麼 也不知道他們跑去哪 有些事情想要問導遊 就說怎麼找不到導遊 感覺是把我們放到一個地方 他們就可以人間震盼了 很放心耶 我們的導遊超緊張 因為有些人會還蠻好奇說 就是去北韓有什麼需要特別的程序 申請簽證有什麼手續什麼 一切交給旅行社 沒錯 就是你只要Google北韓旅行 然後去找一個北韓的旅行社 其實台灣很多那種在待辦北韓的旅行 超級多人問我說我是找什麼旅行社 然後團費多少 這個我覺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是找不同旅行社 對 我找大陸的 對 我是找台灣他找大陸團 然後我那時候是找福多旅行社 因為預算的關係 我是選最便宜的團 大概3萬多塊 還有包含就是台北跟北京來回機票 然後跟北京一個晚上的飯店的錢 跟北韓所有的費用 包含簽證 加上我在那邊買的東西 加一加大概花了10萬除這樣 你的算很便宜耶 對 因為其實我的全部參加大概6萬 因為我去的是客製團 我跟的是一個那個中華民國什麼 大眾運輸交通協會的一個團體去 他們這個團體講的是大陸團 是客製的 什麼叫客製的 因為他們是交通迷 那種電車迷 他們就把那個北韓很多的那種復古 就是80年前的老巴士老電車 把他整個包車包下來 然後坐在上面錄影拍攝 這是第一點會貴很多 然後第二點因為是客製化行程 所以像我們去光復百貨 我們有一個鐘頭可以逛 我們可以走向主體思想塔 就真的會比較深度一點 對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說旅行團是從台灣帶你飛 你要各自飛到沈陽去集合 然後在機場集合後 在大家一起從沈陽飛到朝鮮 然後回程就是從平壤坐火車坐到丹東 然後丹東就解散了 我就要自己想辦法從丹東再坐高鐵 回到沈陽 再從沈陽坐飛機回台灣 嗯 我真正在北韓的天數就只有三天 然後你是六天 天數就有差 當然費用上面就有差 再來自費沙漠的話 就是那個阿里朗的表演嘛 對對對 只是我沒有看到 我真的是 我還被迫看耶 因為其實基本上你去北韓 大概是六月到十月這段期間 他們都會有阿里朗的表演 然後只要你去北韓 就一定要被迫去看那個表演 那個表演我自己覺得還蠻值得去看 雖然我沒有看到 我原本以為我可以去看 然後就有到那邊 我才知道取消了 因為我是十月底區 但是他們十月中就停止演出了 對 你剛好錯過了 對啊 票價是800人民幣 超貴 最基本是800人民幣 你知道USB插上是有分四個語言拍層的宣傳廣告 它裡面是有東西的 自費項目還有那個人生機 拍層人生機 一個多少200塊 好像200人民幣 但是它是五個人分 對 然後可以很好吃 對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爛爛的很好吃 然後領導人獻花 對 自費那一束花 20塊人民幣 我那時候有去看那個空中飛人的表演 是自費項目 我們沒有看耶 因為其實那個是自費的 然後如果你要的話 你就要自己跟導遊講導遊 會幫你安排時間 蛤我們沒看到好可惜 我們被迫參加的是馬拉松 對 你去的時候是他們馬拉松的時候 國際馬拉松 然後我們被迫要參加 啊他沒有跑喔 沒有我不想跑 我就站在那邊 然後到處拍照 然後還跟阿兜阿合照 然後莫名其妙 清晨五點 然後昏昏沈沈被送去參加馬拉松 被迫參加 因為不參加不給證 好強硬喔 我們的巧費是我們的台灣領隊 他會同意跟我們收 然後他會在一起給 喔我們的也是 而且我們還會額外自費在買面膜 或者是鹽 坐火車 嗯 然後海關阿 軍人上來檢查的時候 我們會請他們抽一 就會對我們檢查稍微鬆 我們領隊也是會買面膜給導遊 女生就是給面膜 男生就是給鹽 還有或是一些那種 比如說潤髮乳保養品之類的 送給他們 然後他們都會很開心 對他們會很開心 對 網路上查到價格 基本上都要五萬 然後我就是真的找到就是一個 最便宜的團 但是也是很基本的啦 他會帶你去一些 大部分觀光團 都會去的那種觀光景點 這樣子 對 對 然後我記得還有一個團 是你可以去金剛山 去爬山的 我有聽說 之前不是還一個傢伙 給他突然拖對 然後聽說那個傢伙 就是我導遊 我帶的團 害我導遊 不能工作一個月 好可憐喔 對 那件事有上新聞 就是他們那團的導遊 找不到那個人 最後找到了還嚇哭 如果你要去超限完 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是你得守那邊的規則 如果你很不去的那裡的規則 就不要去 輕易不要去 真的 因為 因為你自己可能拍拍屁股 回了台灣就沒事了 但是 你要考慮到人家導遊的感受 對 我覺得去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 就是你就是要入境隨俗 就像是很多人都會回說 我看了你的影片覺得北韓 我真的不會想去 或者是他們很怎樣 他們很怎麼樣 但其實我覺得 你在去北韓之前 你就應該知道 他是怎樣 他是怎麼樣的地方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規則 就像是 你應該也不希望有人來台灣 不尊重我們的一些規範 我覺得 基本上去那邊 也就是一個入境隨俗 他們的信仰 可能就是領導人 對 那就是他們的宗教信仰 對對對 就有人有問說 一個人跟團去北韓會危險嗎 覺得不會 我們還活著 我們 我們兩個都是一個人去北韓 我覺得我去過最危險的地方 反而是柬埔寨一個人 很多地方都會比北韓危險 我也覺得 世界上很多地方治安都沒有那麼好 北韓是治安最好的地方 他也不會讓你去治安不好的地方 對 他會把你保護得很好 我知道之前有人常常會問說 他們的導遊 是不是都是精挑細選過 都是刻意挑出來 一定要是美女 導遊很直接的跟我講 他說他們的導遊不是看長相挑 是看你的學歷 還有你的外語能力挑的 導遊就是很好的大學畢業的 金日成綜合大學 或是金日成朝鮮旅遊 對對對 觀光大學什麼的 就連他們在朝鮮的工作 都是政府分配的 對對對 他們那時候就會先 可能高中的時候要考大學 他們會希望會考那前幾個志願 然後可能譬如說 你考到的是外語大學 或是觀光旅遊大學 那你可能未來就是 走這條路 對就是當導遊 而且其實我覺得 我們導遊感覺很有錢的感覺 因為導遊上那邊的高收入族群 導遊還穿名牌 我們保游也是來拿Polo 對啊 我覺得在那邊當導遊 應該是一個滿幸福的職業 有人說北韓的飯店 是充滿了竊聽器 跟那個 沒有啦 我都在飯店裡面聽少女時代了 還聽周子瑜的歌耶 你也沒怎樣 我沒怎樣啊 你知道我第一晚住在飯店的時候 我還想說 感到飯店會不會有人把我抓走 因為我都會在飯店裡面錄影 然後我就會講一些我對北韓的感想 自己的感學 然後我就想說 等一下會不會有人把我抓走呢 就多想了 真的是多想的不會啦 他們的飯店也都算乾淨啦 沒有照片看起來那麼老舊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說 會不會很像一些台灣的傳統飯店 但其實我們住的那間飯店 他們算是 最新的我覺得 我看到影片的時候 就是新的裝潢 對 只是可能在美觀上面就不會 你不要奢望他們有多少審美觀 他們還在停留我們40年前的那個美感 對就是感覺是很像是 第10年前的台灣的那種感覺 對 但其實他們給我們 招待我們的都是 最高級的 最好的 已經是拿出他們的最好了 欸可是像我住的就是很舊 但是很乾淨 我住羊腳島跟聲光艙 然後羊腳島跟聲光艙的那個飯店設備啊 都舊到很像是我小的時候台北的賓館 喔 那種可以叫老母雞的賓館 舊 但是他們很厲害的是 他們可以保持的很乾淨 羊腳島是不是全部北韓團裡面 最高級的飯店 最高級的飯店嗎 是嗎 對 它號稱是最高級 而且它還有賭場 那個賭場好像還可以收Wi-Fi 對 沒錯 它賭場可以收Wi-Fi 而且還有保齡球館 我還在那邊打保齡球 還有KTV KTV還有周杰倫的歌 真的假的 真的 忘了講 他們導遊的手機裡面 還有一個APP 有點類似像我們看影片的APP 那種MOD 打開來裡面都是各式各樣的影片 可以在裡面看 然後那些影片有很多是什麼 大陸的那個偶像劇 可能很新的那種 2015年的那種偶像劇 都在裡面 他們可以看 可以 他們的偶像劇 可以 我有看到 你知道嗎 我們有兩個導遊 男導遊呢 他們會在大廳裡面守著 直到過晚上12點才能離開 因為他怕有觀光客偷流去夜遊 喔對 大家知道就是其實在北韓 你只要晚上 你整個行程結束回到飯店 你就不能再出門了 對 因為大家有問說北韓有什麼禁忌嗎 他們其實最近幾的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拍攝 不能拍軍人 拍領導人 所以要拍全身嘛 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晚上可不可以出去散步的問題 不能夠單獨出去散步 而且不能單獨行動 要導遊陪著 我們剛剛在網路上查了一下 然後發現好像很多人會把 逃出飯店這個東西 當成是一個去朝鮮旅遊的 一個好玩的事情 但我覺得這樣不太好耶 我不贊成 我真的不贊成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做 你沒有去考慮到導遊的感受 因為如果說今天我們自己就是違反他們的規則 我們半夜溜出羊角島飯店 可能就像畢業旅行的國高中生一樣 最頂多被抓回去 沒事就念一念而已 但是在朝鮮呢 我們的導遊可能會因此受到懲罰 所以別幹這種事情 謝謝 你可能會害他失業幾個月 對 好那講了那麼多 我們現在要來 開箱我們從北韓帶回來的 紀念品 金正恩還有金正日的故事 我的是金日成的故事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金正恩元帥和孩子們 而且他這個 他們的書是彩色版的喔 可是我如果拿出北韓男生的照片 會讓每一個看偶像劇的人失望 因為愛的迫將裡面的男主角 相當於他的身份還有年紀的男生呢 實際上長這樣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